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从1911年建国 对我问你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是什么 对不对 你能直接回答吗 中华民国是什么 中华民国是什么 你现在给我回答 我问你你要我回答 你哪个阶段的中华民国吗 不是你就从1911年的时候开始说 中华民国是什么 1911年的时候 中华民国成立 然后他要达到满清政府 他是什么 我不懂你要问我的 那先我回答你 我自问自答 中华民国那个时候是代表中国的一个政权 对不对 就跟清朝政府一样 中华民国当时是代表中国的一个政府 然后的话 我把你赶下去了 共产党把你国民党赶下去了 然后的话 中国的法统就在共产党手里 然后的话台湾台湾为什么回归 你听我讲啊 台湾为什么回归给这个光复给中华民国 为什么 台湾台湾为什么光复给中华民国 为什么 光复给中华民国 你说1945年吗 对对为什么 为什么啊 这个那个那个1945年的时候给了中华民国 为什么呢 中华民国在战后只是代管排棚 没有代管 你别瞎掰代管 这词我没见过代管 你看一看波斯坦公道开罗宣言去好不好 代管 谁给你代管了 所有的互联网都有找到的找到的那个当时的法律文件 你给我说代管 我就问你台湾为什么 波斯坦公道 波斯坦公道 亚尔达别给我命约好吗 没人承认的 你给我命约 命约来命约去 波斯坦公道开罗宣言是 中国美国英国俄罗斯都承认的 你能看一看大家都承认的东西吗 后面还有旧金山合约 对不对 听我讲完 旧金山合约 你们中华民国没有签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承认 你给我找点 大家都承认的东西行不行 你给我拿那些违法的东西 大家都不签的东西 说你要承认这个 凭什么呀 开罗宣言 波斯坦公道自己看 好不好 有一个池条 那我问你 为什么 为什么 1945年台湾会给那个中华民国 为什么 台湾那个时候是代管 没有 我刚才说了没有代管 你要能找出来代管 我跟你讲 你能把台湾那段历史全推翻了 民进党政府 就也不会 不会只敢提治权 不敢提主权的事了 明白为什么吗 为什么民进党不敢提主权 相关于主权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 我告诉你原因而已 明白吗 我告诉你原因 为什么不敢提 懂吗 民进党里边的人才不是 比你聪明的要多吧 为什么他不敢提主权的问题 提主权就是个词 你知道吗 我再给你讲 我再给你讲一件事情 我自己回答 清朝政府被日本人击败了 日本人抢走了台湾岛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 日本就得把台湾岛还回来 为什么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代表了 这个中国的政权 它是代表中国的法统的 所以说 哪怕是清朝政府打败了 被日本人抢走了台湾岛 但是到了中华民国政府时候 台湾岛也得还回来 但是现在你中华民国没有法统了 你就是一个战身为王的 一个土匪而已 所以说台湾的主权归谁 懂了吗 台湾的主权归谁 主权是什么 主权归谁 主权归谁 主权是什么 那我问你啊 主权是什么呢 主权就是我拥有你的权利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对 那所以PRC什么时候拥有 什么时候拥有台湾 哪一次 拥有台湾什么 拥有台湾什么 主权还是治权 你给我讲清楚了 对不对 是主权还是治权 我只要把你 我只要把你中华民国的法统打掉了 我就拥有中国的继承权 中国下面有台湾省 有台湾这个地方 什么 没有打掉 你没人承认你了宝贝 你就是一个 一个违法的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什么 拼恩一遇的啊 小朝廷而已 你就是一个战山为王的土匪而已 你知道吗 你现在是什么 你是一个武装割据 你知道吗 这为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听我讲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两岸还除 内战没有结束啊 两边都没有签 任何的一个条约啊 对不对 这就是原因啊 明白了吗 对 你没有解释任何问题 因为你没有说什么是主权的 我说了呀 我说了呀 主权就代表着 我拥有你的主权 就代表着我与你就是归属于我的 明白了吗 好 你讲到 你讲到一个概念 你讲到拥有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不是律师 但我也没有读过PRC的民法 但台湾有一部法律民法 台湾 中华民国民法 它里面关于拥有 关于拥有的定义是 你可以处置 然后 处分你的所有物 请问PRC什么时候 可以处分台湾 台湾金 我可以 我可以打你 为什么 因为内战没结束 90年代 你的飞机还跑到大陆的上空来飞 你知道吗 90年代 你的飞机还飞过来 你知道吗 那你凭什么飞过来 跟我讲讲 不是因为内战没结束吗 对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 你拥有台湾的时候 你如何 你能对台湾做什么样的处分 比如就这样说好吧 我拥有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我拥有 拥有一种 我不知道 你们有什么豪宅吗 我不知道 我拥有 很大 但我没有权利去处分 处置 转卖 赠送任何恒大的股份 或资产给任何人 那我拥有恒大吗 我拥有恒大吗 我拥有恒大 你说的主权 你刚拥有主权 就是你拥有 你不要再扯别的了 你要说 你要能够证明 就是说 你在中国历史上 你要能够证明 台湾不归属于中国这个主权 那就算 你要能厉害 你就厉害 我跟你讲 民进党把你请走 马上把你请过去 你要能证明这个 我跟你讲 你给我掰吃来掰吃去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 等等等等 你别打岔 行不行 你尊重点主持人 好吗 就我刚才问你 那个问题一样 清朝因为被日本击败了 台湾被抢走 然后到了中华民国时期 日本被击败 台湾还回了 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法统 就是因为这个主权 明白了吗 OK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 用的也是 好了 台湾这个土地 在他的主权 在历史上 有很多不同的拥有者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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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瞎呆 你们那个破历史 叫什么 他们历史 韩国人 不是 那个那个荷兰人 拥有过你的主权 荷兰只是把你当基地而已 建点城堡 就拥有你主权了 日本人什么时候 占过你 日本人也就是 击败了清朝之后 才占了你 之前你们的历史书 恨不得把台湾 他们想成 荷兰也是你的祖宗 日本人也 他们你的祖宗 你们为什么 都是汉人呢 我跟你讲 你别掰扯了 就你别拿着 你们那个破历史 出来讲好吧 全是动 你知道吗 你们只要稍微动动脑子 你就知道 你们历史书上写的 全是假的 荷兰人什么时候 你翻一翻荷兰的历史书 荷兰的书里边 什么时候说 他占了一个殖民地 叫台湾 你给我看一看 行不行 我要跟你讲荷兰 我就从17世纪开始讲 他来过 他来过 荷兰人来过台湾这个岛 那荷兰人就拥有了台湾的主权 他妈的那个台湾那个岛上面全是汉人 中国人就没有他的主权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我就问你 人要是荷兰人 只要是白皮 那就是自己的老祖宗 他妈的你是什么人 在这掰扯来掰扯去 掰扯来掰扯去 你不有我的主权 你没有我的主权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那么荷兰人 荷兰人竟然进到你们的历史书 变成你们祖宗了 你想为什么吗 你怎么长的是黑猫啊 我先问一下 17世纪到1895年为止 谁对台湾有赌权了 我告诉你 明朝到清朝 台湾都是中国的地方 你要不要再查查清朝的时候 你那还叫 不 那个秦朝的时候 你那还叫宜州呢 你问一下 1895年到 1895到1945 谁对台湾有赌权 我跟你讲 那时候是被割让的 你变成了一个殖民地 日本人拥有你的主权没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 二战之后 能够从日本人手上拿回来 明白吗 你暂停一下 暂停一下 1895到1945年 日本对中国 对台湾有主权 是吗 天哪 你是殖民地好吗 你是殖民地啊 主权归属于中国 但是是割让给了日本好吗 你明明把一个东西给了别人 然后你还宣称你拥有这个东西吗 不当然了 那不是从我手上拿走的 那不是从我手上拿走的吗 对不对 那是不是从我手上拿走的 是不是从中国手上拿走的 是不是 割让就是从我手上拿走的吗 对不对 不就是这样吗 有什么问题吗 割让这就不是我的了 对不对 割让这东西啊 就从来都不属于我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割让你的东西 割让你的东西 割让这东西就从从来永远都不属于我 从来都没属于过我 是这个样子吗 你属于过 我问你哦 你去买了一段房 你去买了一段房子 然后人家 你别过 咱们聊的是主权 你口口声声在给我说聊主权 你别给我说房子的事了 我就想问你 割让的意义是否就代表着 我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台湾 是不是 是不是 你都不能直接回答 你能不能直接回答 你能不能直接回答 我回答你 你现在我带着这些干嘛 1945年 日本人已经还了台湾了好吗 1945年 日本人就已经还回来了 宝贝 你还在 你纠结这些干嘛呢 没关系 我顺着你的思路讲 我顺着我的思路 你说你哥 你在问是我那个 你有点 你有点太远了 你先回到你刚刚那个问题 让我回答 你说你 哥让 你有 你的问题是这样吗 你的问题是这样 你哥让之后 你还有没有主权吗 是吗 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 你再听一遍 你别编我的问题 行吗 宝贝啊 咱们俩 真的是在对话 你以为我是没有记忆吗 我自己说的话 我是不记得吗 你刚问的我一个问题 然后你说我不回答 请问 行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问的问题是什么 行不行 你不要编我的问题 可不可以 回答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行 我问的问题是 哥让走了台湾 就代表着 你从来都没拥有过台湾吗 你曾经拥有过 代表你 之后就会永远一直 永远一直怎样 不拥有 那我就问你 那为什么日本人二战战败 把台湾还回来了 为什么 那是还给谁的 还给中华民国呀 还给中国呀 还给中国呀 还给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个政权而已啊 你当时是代表着中国的合法政权呀 当然还给你 中华民国是中国 当然了 中华民国是中国下边的一个政权 我跟你讲过好几遍了 刚才都跟你说了 就跟清朝政府 清朝政权一样 他是你所谓的中华民国 这一个政权 现在还活在世界上了 而且还有 你别给我活在世界上 你在我那就是一战商为王的小朝廷好吗 你就是一个武装割据的政权好吗 因为什么呢 没人承认你了 宝贝 没人承认你了 内战还没结束呢 我拿了法桶 你就是一个叛乱组织 懂吗 你说的 你说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内战如果还没结束的话 你怎么能说 你就已经能代表中华 代表中国呢 如果你内战还没结束 内战还没分出个结果的话 你能代表中国吗 内战没结束 不代表没结果 好吗 内战没结束 不代表没结果 懂吗 因为什么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边有几个问 那我问你 这边有几个问 你问你问 首先 你的房子你买来了 前房主不能再宣称 他拥有这栋房子的拥有 咱们不聊房子的问题行吗 咱们别聊房子的问题 你那个是合法买卖 你那个是合法买卖的问题 你不是被别人打 打了一顿抢走你的东西好吗 好 那我现在没关系 反正你割让了之后 这个东西的主权不在 然后还也不是还在皮亚级增长 是吧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还给的是中国 你别拿政权的名字代表中国 首先清朝 他为什么不还给清朝 为什么是中华民国呀 你当时接收的是 为什么不说 清朝拿走的 别还给中华民国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清朝清朝政府 跟中华民国政府 都代表了中国呀 现在中国的合法政权 是谁呀 宝贝 还给中华民国 如果中国的合法政权 是PRC 那意思就是说 那你还是没有办法解释 ROC还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谁跟你说你存在了 你没人承认你 你就你觉得 你知道吧 其实这个问题跟什么一样 就跟你 你在你家 你在你家 在你们家里面 然后说我这独立成国了 然后的话我就是存在的 对不对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 没人承认你 你知道吗 有14个国家 我天哪 好多呀 14个国家 全都是大国吗 对不对 要国管屁用啊 你在联合国吗 这还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你在联合国吗 对你的意思 对你的意思是说 对你的意思是说 不是大国的国 不是 你在联合国吗 你在联合国吗 不是大国的国 你能回答 不是大国的国 大国承认你 你还有点嚣张的权利 现在有吗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在联合国吗 我想跟你聊一聊联合国问题 是不是联合国 有没有进联合国 跟是不是国家有关联吗 要进联合国 代表别人承认你 你知道吗 你可以说 你的名字就叫国家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要行 你在这个世界上 想行使一个国家的权利 你必须得进联合国 懂吗 你可以 你说我就叫国 我就是国 你名字就是国 你的户籍 身份证上面 全是国 对不对 然后我就是国了 可以 但是的话 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国 你得 你得 你得在这个世界 行使你的权利 问题是 没人让你行使你的权利 你知道吗 那我问你 1971年以前 PRC不是一个真正的国 对吗 是吗 我告诉你 是吗 19 你比如说 就你被赶出去之后 之前是什么了 之前 你就跟现在一样 那个战没结束 刚才跟你说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说你们那边是汉贼不两立 对不对 你也不会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时也是一样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 就没我在啊 我也不承认你啊 对不对 但是 但是我赢了呀 但是我赢了呀 把你赶走了呀 就这么简单呢 对不对啊 内战的延续嘛 一直到1971年 内战延续到了国际社会啊 就这么简单呢 你输了嘛 你不仅是 你不仅是对于大陆的同志输掉了 你对你在联合国的席位 你也输掉了 你知道吗 没有问题 但输完之后 直到1971年之前 你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吗 你的国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吗 我告诉你啊 你别过国来国去的 你说的是政权 你知道吗 你的国叫中国 没有没有没有 你的国叫中国 知道吗 你刚才跟你强调 我很多回 你的中华民国不是个国 你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权的名字 知道了吗 你刚才说的 ROC这个东西 现在没有进联合国 所以人家不承认我 所以我不是一个国 对对 等等 行 我问你一件事 那你这个中华民国 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现在 没有修改国宪法 把这个大陆这个东西全清除掉 为什么没有 因为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需要高度共识的事情吗 等等等等 那些高度共识可以 OK 你回答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啊 但是高度共识这个事情 那你现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宪法里边覆盖的这个主权地区 怎么就重叠了呢 那是不是要打一仗啊 你宣称战是你的 我宣称战是我的 对不对 要不要打一仗 我 那我问一下 如果台湾单方面的宣称 没有宣称这件事情的话 就可以不用打一仗吗 什么没有宣称 没有啊 对不对 你就很简单 那你要干嘛 那你永远维持现状 对不对 那我不声称了 我不是代表中国的政权了 是吗 对对对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如果明确的把将于限缩到 修宪了 修宪了是吗 修宪了是吗 修宪了 你就是分裂主义 我跟你讲 怎么会是分裂主义呢 我就是战山为王 你战山为王是吗 那行 那你说你是战山为王了 你就是土匪了 我要剿匪啊 很简单的 多熟的一个词啊 我要剿匪了 你自己都承认你战山为王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讲到最后 如果讲到最后结论 不管修或没修 维持现状 也是你维持现状 也是要也是要绞吗 对 维持现状也是要绞吗 所以结论就没有 所以说 所以说中央台办 所以说中央台办 最开始就说了 我们在尽一切的努力 和平统一 但是你非得要啊 对不对 要捣乱的话 比如说 要搞什么法理的台独啊 要什么啊 这个两个中国呀 包含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一些奇怪的问题吧 那我肯定 对不对 要坚决的收拾你 就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这是中央台办前两天的 刚说的东西啊 对不对 我们在尽全力的 要和平统一 但是法理台独 两个中国这些东西啊 你放在这边的话 你就等着被收拾啊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不不不不 你的逻辑不对 你的逻辑现在不是 你的逻辑 现在没有什么 统不统一的问题 你只有内战的问题而已吗 按照你的逻辑来看 现在是内战的问题 内战我就是要统一掉你嘛 我就是把这个 是中国统一了嘛 内战不就这样嘛 三国是什么 三国对不对 然后我要统一全中国 我要代表中国的合法性 我要跟他 我要跟天子一样 对不对 一样的嘛 对不对 我打你 打你 然后的话 为了统一如何 对内战 我打内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要反了这个 就跟民国 跟清朝一样 我要反了清朝 对不对 我把清朝人打走 我把满族人打走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到最后不也就是 为了一个国家的政权吗 我不也是啊 要中国统一啊 中国不要再分裂了 不也一样吗 所以最后问题是 这没有什么 交不交匪的问题 这就单纯 没有交不交匪的问题 你刚才说 你都要占世卫网了 怎么就没有 交匪的问题了 这单纯就是 内战的问题而已啊 因为啊 怎么就单纯 是一个内战的问题了 内战 内战怎么就是 一个单纯的 内战的问题了 对不对 我给你讲一件事吧 我给你带来的问题了 我给你带来的问题了